港燈2638中午公布業績後 見到股價急跌 業績的焦點不在大數 而是在主席博健玲 在業績報告中 對港燈在新管制計劃協議下的展望 他提到在新協議下 港燈的准許利潤回報率 將會大幅下調大約兩成 同時在2019年至2023年度的發展計劃下 港燈正進行266億的龐大資本投資計劃 除非出現不可預見的情況 見到集團預期股份的合訂單位持有人 未來幾年的分派都將會削減兩成 作為公用股、收息股 港燈在2014年上市之後 股價每年都有得升 見到股息率高峰的時候 在2015年見過八里以上 成功息有一眾股東 去年股價累升一成六 見到股息率亦保留五里以上 長期持有的話可以說是賺息又賺價 但現在管理層就開到口 說預期分派會減少 自然令到一眾支持者失望 而令人失望的還有大數 去年收入按年持平 但股份合訂單位持有人 應佔日利按年倒退百分之八點六 去到三十億五千一百萬 除息稅、折舊和攤銷前的日利 都要跌超過百分之一 看回大和上個月就出了份報告 當時就已經估計港燈減息是無可避免的 加上認為港燈的股息貴 將評級率先由跑輸大市降到沽售 目標價都只是看六個二毫半 亦即是說 預計股價就會重返2016年底的水平